你有要選起床嗎代表起床 你這樣你直接 你要直接 安德隆 我現在都說 問疫情 讓你問到飽 去問別人 政治題可不可以三分飽就好 我重視在人民有肯定 也是因為大家一起做防疫 民調有時候低落 也因為是防疫 所以陳也防疫 拜也防疫 所以現在唯一重要 對我重要的一件事 把防疫做好 畢竟這是關鍵的意義 很多我們當然有一些問題 但是要多方條件去考慮 也要考慮他的一個後果 這時候我們希望 不希望就是說 政策的思考是 我們希望這樣起來 不可以這樣 大家都溝通很久 大家希望不要造成醫療 過度的負擔 不會這樣起來 如果要讓他這樣起來 我們就做零這零加氣 部長因為你釘的政策 你釘得非常的細 那我好奇你有沒有算過你一天睡幾點鐘 我正規睡 正規睡差不多五六點鐘 但是我很好睡 像我剛才來的時候坐車我就睡了 你很會善用時間就對了 所以你很好睡 有一件事情我覺得很重要 還是在這裡要請部長那麼說說話 對全國的醫護人員 這些勞苦功高 這段時間非常非常的辛苦的醫護人員 講幾句勉勵的話 我想醫護 那時候我最想跟醫護講的 就是說國家有難 我們一無反顧 可是在那時候 確實用最少的人力去做最多的事情 因為我們本來醫療在健保 我們這種高效率的情況之下 本來就很緊繃 然後多一個防疫的業務 大家很辛苦 這段時間醫改 醫療改 醫護界最辛苦是什麼 因為染疫的人多 染疫多 所以他本來就已經很疼痛 怕染疫一聲 你就減一聲 最多的事情 你可能如果再居隔 用力一兩聲 因為人力非常辛苦 所以逼得當然確診來上班 其實不多 我們統計現在大概不到一百 但是那個人力少一層 那大家在醫院待過的話 那個少一層的人力 那是不得了 其他人的工作壓力增加非常的多 我們都體會得到 我們當然有一些獎勵津貼 但那獎勵津貼不足以代表國家 對我們醫護人員的一個尊重 跟感謝 在這裡也藉著機會 藉著機會 跟醫護人員 所有不是只有醫護 周邊很多的 不管是行政人員 我們在公所的 我們的李林長 李幹事 都很辛苦 也因為大家很辛苦 那大家很很那個什麼 很那個 很努力 一心一意 所以我認為這是我們的關鍵意義 我們大家拚了 我們會度過安全 度過這個關鍵的意義 來 黃哥 部長我可不可以問你政治題 你這樣有在問嗎 你有呼吸喔 部長政治題 你有不選市長 代表市長 你這裡直接 不要安德龍 我現在都說 問疫情讓你問到寶 問別人 那政治題可不可以三分寶就好 因為你現在就民調上面是公認的 民進黨認為你是最強的母雞 在臺北市的部分 那你心裡面是怎麼想 沒有 我想我縱使在人民有肯定 也是因為大家一起做防疫 民調有時候低落 也因為是防疫 所以臣也防疫 敗也防疫 所以現在唯一重要 對我重要的一件事 把防疫做好 畢竟這是關鍵的意義 他講說以病毒共存 我們講說政策 我剛才講說 有他的條件方法 時機 有人有時候 時機 用情測 譬如說大家都說 去年就叫你用快篩 去年以前的時候 六七月就有人說 叫你用快篩 取代PCR 去年就跟你說了 你今年比較要做 所以我說 他對這個事情就不了解 這是時機 古年不要講說 都是醫用快篩 沒有家用快篩 運用的方向 最重要去年的快篩的陽性率 跟PCR的陽性率的一致度 只有三十趴 那怎麼有辦法用那東西 來取代PCR 所以說你現在就用快篩 在取代PCR 你如果自己這樣說 去年就跟你說過了 你今年比較要做 萬一年了 等於我要你中共主角 錄影 你剛才被討論的 表示你對這些事情都有記得 那我們感覺就是 你是一個人型的靶 有很多簡直閃過來 你的心情科幯 為人也是 但是我說 我剛剛一直強調這個時機 其實我們在做政策的人 就是要這些時機 第一個我要表達說 時機很重要 第二個我要表達就是說 很多反對的人 在提出意見的時候 我們其實都有仔細的思考過 不是說你是反對的人 或是你不友善的人 你說的事我都說全盤都問對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